五条物和宿罗的超级对决 目前他们的战斗来到最高潮了 漫画235五条物使用了趋势 则摧毁了摩虚弩 宿罗的左手也受到了严重损害 这使得五条物处于压倒性的有力地位 同时正在观察这一情况 日下部独也和虎杖幽人则有所互动 日下部结束五条已经用黑闪恢复了反转术式的输出 而宿罗因至于能力减弱和失去摩虚弩 现在无法再继续进行延展攻击 这意味着五条物赢了 看来日下部独也对五条物的胜利和宿罗的败脸深情不已 但事情真的那么顺利吗 其实宿罗手上还藏着王牌 他目前还没有使用出来 因此今天这个视频将探讨宿罗的王牌是什么 他到底隐藏多少的实力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 可以先订阅我的频道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最新的影片 话不多我们开始 我们先来回归235话的剧情 五条物因为两次施展飞闪 他的能力也慢慢的提升 而宿罗则是千年来第一次感到紧张 五条物击败宿罗的心事神 同时也对摩虚罗发出了强烈的一击 此外他还抓住了宿罗的手臂 将宿罗丢飞到摩虚罗 使行事比以往更加有力 在这一刻五条开始涌畅 透过涌畅书师们能够感知到 术法发动前的唤醒 而宿罗从五条的兽师和咒力的规模中感知到 他判断五条即将施展鹤 接着五条果然发动了鹤 但他的目标不是宿罗 宿罗立刻意识到了五条的动向 大声喊出摩虚罗 然而在这时五条利用了舱的引力 进行了高速移动 他站在摩虚罗和舱之间 然后五条物猛烈地攻击了摩虚罗 接下来五条物勇唱了词 然后他触罚了虚视词 整个战场和周围都被一个超广范围的爆炸包围 宿罗身上沾满了血 左臂被炸飞 伤势相当严重 五条也受到了瓷的影响 但由于自身的咒力差异 他没有像宿罗那样受到如此严重的损伤 此时很多人以为五条物获胜了 但事情真的如此 宿罗绝对有保留底牌 乘金次曾经说过 宿罗绝对有保留底牌 在漫画230次画 明明和乘金次对一部忧太和虎仗忧人说 你们知道 对宿罗和五条军来说 胜利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对五条军来说 只需要战胜速挪就行了 而眷速 如果我们联手的话或许能对付的了 但速挪不同 就算五条军战胜了 接下来他必须立刻面对我们 乘金次说 他绝对有保留的底牌 如果我们出场 他可能会使出那一招 如果乘金次所说的 速挪保留的底牌存在的话 在这种看似五条物绝对有利的情况下 速挪应该会使用那张底牌吧 而且如果速挪确实打出了保留的底牌 那么五条物和速挪的对决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不能断言五条物的胜利就等于速挪的失败 对吧 那么速挪保留的王牌可能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猜测一下 速挪保留的王牌是什么 当我们考虑速挪保留的王牌时 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从万那里接收的猛 当时万和速挪对战 万准备使用最后一击的时候 他以为肯定获胜了 就在这时速挪召唤摩虚罗便适应了万的招式 然后摩虚罗用退魔之剑一击摧毁了针球 万无法掩饰他的惊讶 这瞬间被摩虚罗的攻击击倒 速挪在此战中对万的攻击说 我已经适应了 但万则说 你真的这么了解我吗 我感到高兴 并将他的某物交给速挪 万给了速挪什么东西呢 万说着 请当作是我 好好珍惜的使用吧 然后给了速挪某物 虽然不清楚他给了什么 但根据使用吧的台词 这可能是在战斗或某种情况下 可以使用的东西 由于万爱速挪 我们可以理解 这对速挪来说应该是有用的东西 另外根据请当作是我这句话 这可能不是完全没有提过的东西 可能在之前的场景中已经有描述 这是昆虫铠甲的一部分 还是用来创造针球的某物呢 既然已经描写了万将某物交给速挪 我们应该不太能想象 速挪会不使用从万那里接收的某物而接收 在速挪因五条物的趋势 则失去了魔虚弱 并受到巨大伤害的这个时机 速挪是否会使用从万那里接收的某物呢 速挪第二个底牌 速挪保留的底牌 是否是可以透过黑箱的咒语召唤出的某物呢 在漫画《115》中 露狐形成了一颗巨大的火球 宛如陨石一般 他对住速挪释放出他的绝招 这颗火球将周围化为一片火海 即使对速挪来说也具有足够的威力 足以对速挪造成伤害 然而速挪成功躲避了这次攻击 毫发无伤地出现在漏狐面前 速挪问漏狐为什么不使用领域 漏狐回答他知道在领域争斗中不会胜出 所以不展开领域 听到这一回答 速挪挑衅地说道 难道是因为输给了五条物 所以一败涂地 但速挪开始感受到战斗的乐趣 故意选择在漏狐的强项领域中对抗他 当他念出黑箱时 火焰从速挪的手中涌现 漏狐本以为速挪的咒语是切断或斩击 但新的咒语出现令他感到惊讶 那么这个黑箱是什么 为什么要刻意不让我们知道是什么 在我们进行分析之前 先看看速挪接下来的台词吧 接下来的场景是速挪和漏狐再次对峙 他们说这是火力对决 但速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题 根据之前的描述 速挪的术士似乎是切断类型的 但为什么这次却使用了火焰呢 这是否意味着速挪具有多种术士 我个人认为黑箱可能是一种阴阳五行的术士 也就是使用火 水 木 金 毒等五行元素的术士 这不涉及生的术士 是一种可以通过术士和天赋 而不是生的领域或反转术士来习得的术士 也许黑箱是古代咒术士们普遍使用的机能 需要通过修行才能掌握 速挪提到的咒灵本就无从知晓的 可能意味着咒术士们都知道 对于古代的咒术士们来说是常识 每位咒术士都有对某种元素的适应性 因此可以使用不同的黑箱 然后在现代可能古代的术士已经不适应在现代 几乎没有人使用 这就好像领域展开 领域展开存在着两种形式 分别是避重和避重避杀两种 避重的领域展开曾经是主流 它的目的是将术士强制施加于对象 并非为了达成避杀 而现代的领域展开追求着避重避杀的两种特性 这使得奇奇怪的难度大幅上升 因此使用者数量也大幅减少 这是背后的原因之一 然而逐渐 人们也开始追求避杀效果 现代主流是避重避杀的领域展开 因此领域展开的门槛也变得更高 能够启动的术士数量也减少了 在咒术士盛行的年代 咒术士们都使用黑箱来战斗 而且那些具备生的术士的人 可以同时使用黑箱和生的术士 让他们更加强大 接着宿诺这次使用黑箱是属性维护 可能他还有其他的属性 此外他的生的术士本身也非常强大 咒力的控制也非常厉害 因此身体能力也是最强的 另外这次我们发现了切断 斩机和炎 很可能素挪的术士与烹饪有关 因为他能切断人类并使用火焰 考虑到他拥有烹饪所需的一切 并且以喜好屠杀妇女儿童 只以自己的快乐或不快为生存指南 我们可以预测他过去一直在烹饪人类 如果再加入实用的元素 那么这肯定是与烹饪相关的 由于黑箱部分目前还没有被揭示 我们或许在未来会看到更多相关信息 如果素挪确实是透过永畅黑箱 来开启并取出某物 那么除了对露狐和魔虚罗使用的火焰外 黑箱中可能还包含其他东西 这些可能就是素挪保留的王牌 不是吗 素挪所保留的王牌 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某个东西 我们知道素挪曾经收到万点的东西 也知道他在与露狐和魔虚罗的战斗中 使用的黑箱 那么你们觉得素挪是否会对五条物亮出这个底牌呢 他在等待什么时机才使用 他是否可以翻身击败五条物亮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